近日,吴亦炳在ATP比赛中击败美国头号种子选手,为中国带回南丹徐回赛首个冠军,比赛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呢? 本期体育观察就带大家回顾这场为中国首开记录的南丹比赛,吴亦炳对阵美国大炮伊斯内尔。 北京时间2月13日的凌晨时分,一则喜讯从美国达拉斯传回国内,中国选手吴亦炳在ATP250网球南丹决赛中击败对手为中国赢得该项目的首个冠军。 本次比赛可谓是跌宕起伏,过程一波三折,吴亦炳在极限高压下稳住心态,接连就下四个赛点。 比赛开场前,吴亦炳作为首位进入决赛的球员倍感压力,不过在今年的状态十分火热,在此前他成为了中国第二位进入到ATP前100的球员,反观另一边伊斯内尔作用,主场作战优势,势大力尘地发球让他闻名全球。 不过多时,比赛正式打响,首轮比赛中双方的打法十分稳健,并没有做较为激烈的进攻,在开始的发球局上,双方都没有出现丢球。 伊斯内尔不愧是坐拥16座ATP徐回赛冠军的顶尖选手,在发球中,伊斯内尔用他强力的ACE球好好的给吴亦炳上了一课。 面对对手势大力尘的发球,吴亦炳一时间陷入了劣势,球速之快让吴亦炳望球心态。 眼见防守不力的吴亦炳只能在进攻手段上多花心思,吴亦炳发球时没有受到对方丝毫的影响,稳健的底线发球使得吴亦炳将笔分牢牢咬住。 双方对攻之中,笔分来到6比6,首轮抢7正式开始。 伊斯内尔眼见吴亦炳没有拆招之法开始故技重施,接连的4次ACE球迅速将笔分拉开,最终吴亦炳4比7输掉了首轮比赛。 面对伊斯内尔的猛烈进攻,吴亦炳没有就此慌乱,吴亦炳深知此时不能被对方拖入他的比赛节奏,这一点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吴亦炳面对伊斯内尔凶狠的进攻依旧是怀疑颜色,唯有用同样无解的进攻才能寻得一丝胜机。 当比赛进入到第12轮的时候,伊斯内尔凭借着更为老练的经验率先拿下赛点,如果吴亦炳在此时出现失误,伊斯内尔很可能一鼓作气夺得冠军。 在如此压力下,23岁的吴亦炳展现了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气质,吴亦炳现实在发球局中稳中球胜包下发球权,随后一球中,伊斯内尔出现失误,在回球时网球飞出底线,吴亦炳连追两分,成功将第二轮的比赛, 带入到抢7之中。 眼界胜利失之交臂,38岁的伊斯内尔显得有些慌乱,与此同时受制于年龄、体力的问题,伊斯内尔的发球强度有所减弱,体力充沛的吴亦炳抓住可乘之机,在第二轮抢7大战中,吴亦炳显然是发现了伊斯内尔后劲不足的问题,开始利用调球不断消耗对手的体力。 在这一战术下,吴亦炳以7比3的巨大优势赢下第二轮比赛。 第三轮生死战,随着比赛进入到决胜局,全场观众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,究竟是铁塔上再还是新王登机,一事便知。 在第二轮比赛中,伊斯内尔眼界吴亦炳的攻势愈发凶狠,果断选择在第二轮抢7中减少跑动,希望在最后一轮比赛中调整好状态直接杀死比赛。 另一方的吴亦炳显然也是做好了准备,经过调整之后,吴亦炳依旧选择了同样的战术。 体力得到恢复的伊斯内尔很快就将A4发球中现场上,吴亦炳经过两轮比赛的交锋,早就适应了对方的节奏。 这种高强度的进攻丝毫没有影响到吴亦炳的心态,就这样双方互保发球局将比赛再次拖入抢7。 第三次进入抢7,双方显然动了真格,在如此几要关头伊斯内尔先发之人,率先在最后一轮抢7中拿到赛点。 吴亦炳在最后关头伊斯内尔没有打出他标志性的A4球,这让吴亦炳有了翻盘的机会。 这次他依旧选择在底线附近调动对手的步伐,虽是故技重施,但是效果拔群。 吴亦炳现实拿下球权,并再次之后连锥三个赛点,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上。 随着比赛时间不断地被拉长,伊斯内尔的状态下滑得愈发明显,A4球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。 比赛的最后关头吴亦炳终于掌控了比赛节奏,在稳扎稳打的底线调动中。 吴亦炳最终连胜两球14.12分赢得了第三轮的抢7之词,这场两小时58分钟的超场比赛终于落下帷幕。 胜利后的吴亦炳摆出一个大字躺在场上,大口地品尝着胜利的气息。 在2023年的2月份,中国终于赢得了ATP徐回赛的首个男单冠军。 吴亦炳的迎风翻盘帮助其在ATP排名中上升至58名,创下了中国男选手的历史记录。 取得如此成就的吴亦炳并没有展现的狂妄自大,在比赛结束后,吴亦炳用调侃的方式将紧张刺激的比赛侃侃到来,引得全场笑声如雷,更是在不经意间赞美的对手。 此种高情商的表现让人不禁感叹后生可畏。 吴亦炳能取得如此荣耀与他的成长经历脱不了干系。 在吴亦炳年少之时,他就知晓中国男子网球的疲态。 距离上一次中国球员闯进徐回赛半决赛早已是28年之前。 同年时期,吴亦炳早早地就与网球结员,在校内优秀的表现帮助他在8岁那年就被浙江省体育队所挖走。 这无疑是十分幸运的,在省级体育队里,吴亦炳会得到更好的训练资源。 而吴亦炳也并没有让人失望。 2017年,吴亦炳远走美国参加美国青少族比赛,最终吴亦炳凭借着惊人的天赋,将男单,男双冠军,悉数包揽。 可天才的成长之路,则会就此一帆风顺呢? 成年之后的吴亦炳并不算幸运,雅加达亚运会的金牌是此前唯一的荣誉。 亚运会后,吴亦炳遭遇了严重的伤病困扰。 这接下来的时间里,吴亦炳能做的只有配合医生进行手术。 在医院的时间里,吴亦炳无时无刻不想回到他心心念念的网球场上, 所以当吴亦炳终于可以参加恢复训练的消息时, 吴亦炳一刻也不停留,当即开始了他的复健之旅。 这一次上天终于没有辜负这位天才,年少时的成就也被吴亦炳不断兑现。 在美网的赛场上,吴亦炳仅用一年的时间。 就将排名提升了一千多名,从曾经的吊车尾成长为前一百名的明星选手。 在这一年的徐回赛中,吴亦炳更是手感火热, 他先后击败了巴西拉什维利、莫姆、马纳里诺等一种强者, 最终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。 本期吴亦炳的故事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, 那么大家对他有什么看法呢? 评论区留言讨论吧。